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絕地教官小瓜肉來了啊 那今天要來了一點刺激的囉 我們這集影片要來直接教學職業或高手玩家幾乎都要會的 陀螺儀教學啦 那這部影片主要介紹陀螺儀的設置方法與靈敏度的調整方式 那咱們就直接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那首先呢各位要先到大廳下面有一個小小的設定按鍵 我們給它按下去 然後看到陀螺儀開啟的地方呢 我們選擇開進陀螺儀的部分 往後也會再教學全陀螺儀的調適喔 那我們先看到靈敏度的部分 很多人會先問我說 阿瓜肉我想問一下你的陀螺儀靈敏度到底是多少 如果這麼問我我一定會跟你說全部調成300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在開玩笑 但事實就是這樣沒有錯 包括現今有打台灣職業聯賽的選手 早期都是直接全300開始適應的喔 雖然過程中會有一些手抖 不過大概練個幾天讓自己適應 其實也不是太難的事啦 但今天掛囉教官直接出馬了 當然是不會推薦你這麼做 大家還是以最能接受的靈敏度開始練習吧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陀螺儀的操作原理 陀螺儀你簡單就把它想成是 你那隻一把槍在打 而不是以往手壓那種手在插坡裡的感覺 當子彈明顯偏以後 你肯定必須要透過手部的動作來微調 甚至可能全身跟著動都有可能 陀螺儀的靈敏度呢 我們必須將自己的最低值確立出來 什麼是陀螺儀的最低值呢 最低值就是你所能夠接受的最低靈敏度 是你能夠選擇一個目標後 如果你開鏡後無法輕鬆的對到把子 並且射擊 那你的靈敏度最低值就必須要再往上升 那個最高值就不用確定了 就是300 因為我認為沒有人是不可以駕馭全300的 只有自己有沒有花時間下去練 所以必須要跟自己的狀況來調整 如果覺得壓槍不夠輕鬆 那你就再調高靈敏度 那如果你覺得太順滑 甚至畫面會超過你想移動的範圍 那就再調低 多次的循環這些動作 其實就可以找到最適合的靈敏度了 OK 那我們現在熟悉一下 向左平行移動 向右平行移動 向上垂直移動 向下垂直移動 OK 那我來介紹一下原理好了 土洛伊的壓槍原理是出槍時若無壓槍 子彈必定會往上飄或者是亂飄嘛 這時候我們必須透過手部向下垂直移動的方式 來控制我們的子彈上揚後座力 若彈道移動的方式為左右呢 就必須要透過向左平移或是向右平移的方式 來做彈道集中或是跟蹤敵人 OK 那熟悉以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對把練習囉 我們先從固定把開始 每個距離先用紅點瞄準鏡 再來依2倍4倍6倍高倍鏡依許來練習 先不需要很準的打在同一個點上 一開始只需要打在板子上即可 慢慢熟悉手部的感覺 讓自己慢慢get陀螺儀壓槍 慢慢加強讓自己的彈道可以幾乎在同一個點上 各位加油吧 OK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各位 忘記瓜肉再見 掰掰 對了 最後問各位想成為絕地大神嗎? 最新的技巧請鎖定與絕地訓練您 絕地教官瓜肉每周傳授你更深入的刺激技巧 追隨並且訂閱絕地求生 和官方粉絲團和官方Youtube 同時也歡迎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瓜肉G-U-A-L-O-W 謝謝再見 掰掰